為了配合人口增長和新發展區對於鐵路服務的需求增加 政府就六個鐵路優化方案包括九龍南橫線、北橫線、北港島線、南港島線、沙中線 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進行第二階段的公眾諮詢去到5月20日 有議員關注新鐵路支線轉線站的方便程度 鐵路不同的線道一定很牽涉到換線站的設計 而經過這麼多二十幾三十年的港鐵的時候 其實我們市民大眾都幾有一個習慣的換線站 但是換線站的設計其實就很關鍵 令到大家覺得你的換線是否能夠容易接受 舉個例子,則如沖站那種換線大家就很不喜歡 旺角站和油麻地站這樣走過對面可以換到線道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比較上是順理成章 在這個荃灣線和觀塘線的換線裡面 我們利用了兩個鐵路站 一個旺角、一個太子 即是說在地理環境上容許的 我們當然會要求設計公司或長室設計的時候 就做到這個方式 能夠兩個魚台對接的 或者觀塘線和張河線裡面 亦可以在調景嶺和商戶站 亦可以做一個cross platform 即是對魚台的對接 所以這完全是基於有沒有位置 是要做的 亦都有議員指 東沖日東村的對外交通不變 批評政府發展該區的鐵路緩慢 我不相信興建了東沖西延線之後 在2031年是那個人次由2萬9變到3萬 我相信如果他這樣寫 而假設這是一個推斷是一個事實的話 是不是已經暗示告訴他沒有成效呢 希望解釋 東沖人口增加 這個都是我們估計會持續發生的 包括剛才陳主長都提到 政府現在都是在研究中 東沖新市鎮擴展計劃 所以我們覺得在人口方面 應該是需求存在的 多名議員都希望政府 在發展鐵路的時候要具有前瞻性 詳細考慮未來不同區域的人口變化 推動經濟發展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